第31题 哪一个事件叙述常会对书包做复工 那我们晓得什么叫做复工 我们说做工的方式就是力量乘以位乙 做工的方式就是力量乘以位乙 如果力量跟位乙同方向 那就表示他做的是正工 如果力量跟位乙反方向 那么就把他做的是复工 所以做复工就是力量跟位乙是反方向的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乙是不做工的 我们就不用考虑 那么甲提起书包施力向上位移向上 所以他们是同方向的 因此他做的是正工 那么丙抬起书包背着书包上二楼 施力也是向上位移也是向上 所以他也是同方向的 所以他做的也是正工 那么放下书包椅子上面 我的提书包要施力向上 放下来位移是向下 所以这两个事是反方向的 所以他做的叫做复工 因此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丁的是做的是复工 所以呢我们第31题问我们说 哪个叙述常锐对书包做复工 我们答案选猪 丁